1957年,政府案工作的上将许世友突然接到了一通警卫员打来的电话,说有位名叫徐永青的老部下前来,有钥匙相告。 许世友很快回忆起了这位老同事,并欣然请他一起吃晚饭。 九国三巡,许世友突然想起了老友的来意,不禁问他到底发生了何事。 许永青放下筷子,认真地看向许世友,回答道,我在上海无意间看到了一位老熟人,河下古青。 河下古青,你确定吗,他竟然还在中国? 确实有震惊地看下徐永青,他知道这个人,这个狡猾的日本特务对他们两个人来讲都代表了难以释怀的过去。 原来,徐永青最早竟是在中共地下党的秘密抗日外围组织中工作的,他自有学习少林武术,本事高超,再加上头脑灵活,为人谨慎,很快就被党内培养成一名优秀的间谍。 早年工人出身的他通过自己刻苦学习,会说一口流利的日语,因此党组织便给这个年轻有为的年轻人一个重任,安排他到日伟军控制的济南铁路区中,为我军打探情报。 而徐永青也果然不负组织厚望,在一番苦心经营和认真工作之下,取得了日伟军的信任,成功潜入进了铁路区的核心层中。 徐永青在济南铁路区中混得是风生水起,情报传递工作也迅速展开。 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徐永青凭借着自己谨慎的头脑,小心翼翼地保全自己和街头人。 人而事情却并不能一直顺利下去,很快日本人就察觉到每次有行动时,共产党人总是能恰好时间提前行动,他们很快意识到自己的大背影中很可能出了内鬼。 为了找出潜伏者,日本情报部门当即对铁路区每个人都进行了一番详细的排查,眼看着就要排查到自己。 徐永青却气定神闲,靠着自己强大的反侦察能力将每句话每件事都做得滴水不漏,成功逃过一劫。 第一次摩排失败,日本人却也没有善法甘休,没过多久,他们便启动了第二计划。 1930年夏天,一位名叫河下古青的日本年轻人被特调进了激南铁路区。 徐永青对这个年轻人充满了警觉,而事实也正如他心中怀疑的那样,河下古青确实是日军送入激南铁路的特务。 他的任务就是要找出激南铁路区中的中共地下党。 刚刚入职的河下古青总是摆住一副谦逊有理的面孔,在单位里处处和别人套近乎。 面对河下古青的试探,徐永青依旧时时刻刻保持着警惕。 在这段时间里,徐永青也没有忘记组织交代给他的任务, 时不时地将各种情报消息传给我党工作人员手中。 河下古青也是日军专门培养出来的特务, 即便徐永青行事多么小心,也依然没能逃脱河下古青的友谊坚实。 然而观察了再久,河下古青始终没能找到徐永青是地下党员的证据。 按纳不住的日本特务决定换个法子,再次接近徐永青试图找到证据。 于是,他三番五次地邀请徐永青一起喝酒,吃饭。 面对河下古青的轮番邀约为了维持同事关系, 徐永青只好答应下来,酒足饭堡砍天之际, 河下古青壮丝无意地向徐永青透露自己的童年经历。 他说他的父母都是早年到中国东北行医的大夫, 甚至他自己就是出生在中国吉林, 童年在中国生活的经历让他学会了汉语, 并且在与中国人相处的过程中和他们结下了深厚的经历。 但是,面对河下古青这样的真情流露, 徐永青并没有被完全打动,只是感慨地向他劝咎。 河下古青一记不成再胜一记, 花风一转开始感慨自己渴望回到日本, 并对日本人在中国犯下的种种恶行表示愤恨。 尽管如此,徐永青对河下古青还是保持着一份疏离的态度。 然而,河下古青并没有放弃, 他开始公开在铁路局中发表自己的反战观点, 表现出一副丝毫不畏惧日本宪兵对调查和迫害的样子。 单位里也开始逐渐传起河下古青有同情中国抗日战争的言论, 甚至有人还传出这位年轻的日本工程师曾经秘密救助过一些中国抗日人士。 氛围被渲染到这个程度, 很快就连徐永青都有些动摇了, 难道河下古青真的是一位国际友好人士吗? 就在徐永青有些犹豫不绝时,意外发生了。 一次,济南铁路局突然接到通知说, 日本国内的皇室成员即将到济南来试场, 徐永青像往常一样将这个情报传递给了地下党组织。 没过多久,组织上就向他下达了任务指令, 要求他在济南的火车站站台上张贴反日标语, 要用这种方式好好杀一杀日军嚣张的企业。 人和事情却并不如徐永青一开始想的那般简单, 但发现狡猾的日本人事先就安排了宪兵队日夜在车站外野防死守, 徐永青根本就找不到任何机会潜入火车站完成任务。 就在他一筹莫展之期, 河下古青又一次进入了他的视野, 他知道河下古青已经对他的特务身份有所察觉, 但是并没有向铁路局告发他, 反而是有意无意地给他打掩护, 暗中对他施以援手。 如今这个任务眼看就要失败, 何不停而走险, 信任河下古青一次, 也许真的就事有非敌呢? 于是,徐永青抱着试探的态度, 在此吃饭时向河下古青提了这件事。 令他没想到的是, 河下古青竟毫不犹豫地答应了他, 当即就表示, 徐兄不必担心, 这件事包在我身上。 河下古青果然按照徐永青的指示, 在火车站的墙上贴满了抗日标语, 一时间满城轰动, 第二日的报纸上竟是相关的新闻, 有的甚至作为小道消息, 在日本国内已流传开来。 经过这件事, 河下古青几乎已经彻底取得了徐永青的信任, 很快, 组织也了解到河下古青的情况, 在经过一番研究过后, 指示徐永青可以进一步跟河下古青接触。 就这样, 河下古青混入了我国的情报机构, 后来甚至在中日反战青年联盟中承担组织工作, 在工作期间, 河下古青收集了大量有关我党地下组织的资料。 潜伏已久的特务终于露出了爪牙, 不久后, 徐永青接到组织任务, 命令他到济南郊区和另一位工作人员接头。 读中, 他发现居然有大量的日本人竟提前再次埋伏, 前来抓捕他。 徐永青当即就惊呼不妙, 糟了, 他被骗了。 也幸亏徐永青自幼学习少林武术武艺高超, 在一番恶斗之后, 总算是拖着一副重伤的身体, 逃出了日军的魔爪, 逃离了济南。 之后, 当徐永青再次和组织接头后, 果然听到了河下古青叛变的消息, 河下古青作为日本安插在济南铁路局特务的真相, 终于浮出水面。 然而, 此时说什么都为时已晚, 通过河下古青传递的情报, 国党多位情报人员因出卖被捕, 而有很多年纪轻轻的抗日青年被日军残忍杀害。 徐永青又是自责又是悔恨, 但此时已是于事无补, 是好把满腔的悲愤化作动力, 投身到了抗日的浪潮中去。 但是, 河下古青也永远成为他心头的一根刺。 十几年过去后, 徐永青被安排到上海出差, 为了省钱, 徐永青再三思虑后, 决定坐公交车去办事。 就当他百无聊赖望着车窗外的风景时, 一张似曾相识的脸突然闯入了他的视线。 这张脸已经比他记忆中的要苍老许多, 但是徐永青还是一眼就认出了他, 竟然是河下古青。 这家伙犯下如此罪行居然还活着, 而且还待在上海。 徐永青情不自禁地在车中站了起来。 然而不巧的是, 公交车正好发动, 还没来得及看清楚一些, 车就快速往前开去, 河下古青就这样被抛到了人群中去。 回到住处的徐永青怎么也放心不下这件事情, 但是事情已经办完, 他也不好逗留, 只得返回到福建去。 反正途中, 辗转经过南京, 到了南京, 他猛然想起自己曾经的上司徐师友, 也在南京任职。 多年未见, 作为曾经的部下临行前去看望, 而且河下古青的事情, 说不定能遇到转机。 我会想起来。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